字幕提供 上重点7之前 我们要先复习一下重点3 重点3那时候有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正除的时候 正除的时候 你把它前后一起乘一起除 3是不会变的 举例子 3除以1 是不是等于3 很简单对不对 那我如果把这个3乘以2 是不是6 这个1也乘以2 一起乘 会等于2 那你把它除完之后你会发现 还是3啊 它的3是不会变的哦 那我把这个除以2改掉 改成 我乘别的数字 我如果乘以3乘以3呢 339 313 那9再除以3还是3啊 一样啊 好再乘别的 我们来乘以5好了 我们乘以5好了 5315 再来 这里要乘一样 所以51 5 15除以5还是3啊 5315啊 所以你有发现 当你一起乘一起乘的时候 前后一起乘的时候 3是不会变的 3是不会变的 那如果你是变成一起除呢 20除以10 是不是等于2 对不对 那我们要一起除了哦 我把这里除以2 那20除以2等于10 那这个10也要除以2 一起除 所以10除以2等于5 然后在前后相除呢 你会发现10除以5还是2啊 答案是一样啊 所以一起乘一起除 一起乘一起除 答案都是一样的 答案都是一样的 好不信我来除别的数字给你看 来看这边 我除以5好了 20除以5等于4 那10也要除以5 所以等于2 那4除以2 还是2啊 所以整除的时候 整除的时候 你一起乘一起除 一起乘一起除 3是不会变的 会不会 整除的时候哦 记起来 整除的时候 你一起乘一起除 3是不会变的 会不会 那这个懂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学重点7的了 那如果有余数呢 如果有余数呢 来 取例子 9千除以700 那你会发现这里 2个0 这里也2个0啊 这里2个0 这里也2个0啊 我可以一起除100 就变7 这里也除100 这里变90 对不对 那 刚刚讲过一起乘一起除 一起乘一起除 答案不会变啊 所以我这里算完的答案 就是你上面的答案啊 对不对 那所以90 除以7 717 还有2 再来搬下来继续除 7214 所以最后余6 余数比除数小 算对了 所以最后这里是12 余6 对不对 那一起乘一起除答案不变 所以这个3就是你的3啊 对不对 那余数也可以给他用吗 余数也可以给他用吗 我们来除除看哦 来看这边 9千 除以700 好 一个一个慢慢除 9够不够 不够 90够不够 90 700不够 900够不够 900 700 比他大了 够 所以717 所以这里是700 所以还有200 后面还有 继续搬下来继续除 再来 拆头 所以把后面两个遮起来 这里两个遮起来 所以73 21超过 所以只能用2 724 所以用2 200 200 7214 所以这里最后剩600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伤 还真的是一样 伤是一样 可是余数是不一样 因为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600 很简单啊 因为人家一开始是9000又不是90 所以当然当然你的余数 你的余数是不准的啊 听得懂 人家一开始是9000 你现在变90而已耶 人家是9000耶 千元钞票耶 那么多的钱耶 你现在只变90 所以当然余数是不一样的啊 懂不懂 懂不懂 可是3会一样 3会一样 可是余数呢 余数一定不一样 你要把你抵消的 你要把你抵消的 你看这里变7 这里变90 是抵消两个0 抵消两个0 然后去除出来 对不对 最后你的6算出来 还要再加上 这两个抵消的还要再补回来 懂不懂 还要再把它补回来 抵消的两个0还要再把它补回来 才是真正的余数 会了吗 来换这一题 数字很大很大 对不对 而且很多0很多0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两边的0一起抵消啊 那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四个 所以呢可以抵消两个 这边够啊 抵消两个还剩两个啊 所以呢我们一起抵消两个 一起抵消两个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除100 就是除100 好 他除100 就会抵消剩两个0 这里除100 剩36 啊你除这个 你值四算这个比较简单 还是这个值四比较简单 是不是这一个比较简单 所以来 我们来算这个值四哦 来 5900 除以36 好 5够不够不够 59够不够 够来 够的话呢 拆头 所以把后面遮起来 这一个后面遮一个 所以3 开始拆313 326 2超过了 326 6会超过5啊 所以不能用2 所以我们用1 所以这里1 这里36 好 剪完 这里3 这里2 好 再继续往后面搬 3 变230 又够了 又够了 好 所以再拆 所以这一个 这边要这一个 所以呢开始 313 36 37 21 38 24 8会超过 8会超过 38 24会超过 所以我们用7 用7 7 6 42 73 21 21加4 25啊 还是超过 所以呢换6 来换6 66 36 63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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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这个2 所以还有1 21 好 剪完不够跟前面借 借了有10 10-6等于4 跟前面借剩2 2-1等于1 所以1414 14 后面还有 所以继续换小钱 继续除 14除以36呢 遮起来 遮起来 遮一个 这边也遮一个 那3515超过 34 3412没超过 所以我们猜4 看看会不会对 46 24 43 12 12加2 14 144 140超过了 所以这里不能用4 我们只能用3 所以呢 36 18 18 339 9加1 10 所以减完 0-8不够跟前面借 借了有10 10-8等于2 再来 4被借走 1剩3 3-0等于3 所以32 32 余数比除数 余数比除数小 所以算对了 所以最后算完 这里等于163 13 余数 32 你一起乘 一起除 三是不会变 所以这里一定也是163 可是余数 余数呢 余数要怎样 余数要怎样 你是一开始把人家拿掉 2个0 你现在就要把2个0补回去 所以这里就是3200 懂不懂了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很长 超级麻烦的 好 5不够 59不够 590也不够 59够了 59比3600多够了 所以呢 13600 减完 这里0 这里0 9-6等于3 5-3等于2 2300 好 不够之后呢 再大钱换小钱继续除 所以呢 把上面这里搬下来 所以这里又比这里大了 所以又可以开始除了 那这里6我们猜 这里就6嘛 600 600 6636 38 18加3 21 所以减完 0 减完0 减不够跟前面借借的 有10 10-6等于4 借走1 2-1等于1 好 所以呢 不够了 再换小钱 搬下来 所以这里用3 300 300 368 近1339 9加1 10 所以减完这里0 这里0 这里10-8等于2 借前面的 所以这里剩3 3200 是不是对了 所以你在除的时候 除这边 一定会比这边快啦 因为这里的数字 比较小啊 比较好除 懂不懂 所以你在除的时候 你在除的时候 记住了 两边都有0的时候 你可以先拿掉 先拿掉 先拿掉 那除完除完之后呢 记住记住余数 一定要把0再补回去 会不会了 好 再看第三题 来看第三题 好 这边有0 所以呢 这边两个 所以你可以把两个都拿掉 所以会变成 拿掉两个 这边拿掉两个 其实就是除100 除100的意思啦 好 所以呢 你算这个直式 跟算这个直式 是这个直式比较简单 所以你就算下面这个比较简单 懂不懂 好 所以来开始除啦 88 64 89 72 剩2 2 所以除完 商是9 余是2 所以 这里的答案也是9 也是2 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商是一样 可是余数 你要把拿掉的0 再补回去 所以还要再补 两个0 会不会了 你算这个直式 你算这个直式 会比算这个直式 简单啊 懂不懂 所以你看到有0的时候 你看到有0的时候 你看到有0的时候 两边有0的时候 你就一起抵消 一起抵消 一起抵消 就会变简单 就比较好除 除完记住 余数余数 要把0补回去 会不会了 换这一题 是不是数字又很大了 如果你写成直式 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两边的0拿掉 0拿掉 好 你三个我三个 就会变1560 除以26 会不会了 好 来 列直式 1560 除以26 好 开始了 1不够 15不够 156够 好 再来 你要开始猜 遮起来一个 留下头就好了 你遮一个 我也要遮一个 那2乘什么 会接近15 是不是7 724 是不是7 好 我们开始猜7 724 642 724 14 14加4等于18 超过了 所以呢 小一点 换6 换6 来 66 666666 36 62 12 12加3等于15 刚刚好 所以呢 除完之后 继续搬下来 继续除 所以最后答案等于60 所以呢 是一样 这里也是60 会不会了 好 好 所以重点写上去 重点7的重点 你有余数的时候 有余数的时候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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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掉的0 要补回去 记住了 0要补回去 好 收工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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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